穿著世界最古老的飛行器 俯瞰整個台東 100年夏天 台東引進了熱氣球旅遊 兩個月締造25億觀光材 整整賺回台東兩年的稅收 現在全台各縣市都在仿效 也希望打造出自己的熱氣球加冕華 主辦單位27號找來 終於天王吳中縣特地南下墾丁 搭熱氣球 無奈風太大 熱氣球根本無法升空 明知風大卻硬要辦活動 晚上7點多 天色一片漆黑 不過這顆熱氣球 怎麼才剛要準備降落 底下村民和工作人員 七手八腳 忙著要讓這顆迷路的熱氣球 安全降落 熱氣球竟然在夜間盲目飛行 如果就籠統來說 熱氣球是安全的 但是它的危險還是在 前面講的你對飛行場地 空域的了解不了解 有個地勤人員居然掉在籃子上面 被拉到空中去 然後發現高度不對 在跳下把腿摔壞 那這個是誰責任 這些意外凸顯 熱氣球風潮下潛在的危機 擁有36年飛行經驗的夏學長 對飛行的熱情 還讓它有個鳥然的外號 看著國內一窩蜂的 舉行熱氣球活動 卻沒有法規保險保障 讓夏學長擔心埃及慘勢在台灣上演 102年的埃及熱氣球 在下降時突然起火 應該留下操作滅火的飛行員 卻第一個跳籃逃生 18名乘客被困在籃內 伴隨熱氣上升被活活燒死 造成19死兩傷的悲劇 成為史上最嚴重的熱氣球事故 其中部分香港遊客因為只購買旅遊保險 熱氣球活動不在城堡範圍 完全無法受到理賠 等發生了事情 那麼立法院再糾正了 大家推 都是網上保 為什麼不能預防 在夏學長的努力下 102年民航局引進美國熱氣球法規 要求業者與熱氣球必須登記 氣球要有試航書 飛行員要據檢定證及體檢證才能飛 只要違規 飛行員開罰6到30萬元 業者也要付出60到300萬元的代價 另外搭乘熱氣球的乘客保險 也比照搭飛機的乘客險 死亡最低可理賠台幣300萬元 重傷最低理賠150萬元 法規到位了 但飛行員到位了嗎 後來我們最終了解 目前台灣所有的飛行人員 基本上都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學校考 那麼他們只是一個 私人的航空學校 大概三幾個小時 包括9個空的比試 然後三幾個要飛行 OK 就給你一個指導 但是考到指導不代表你會飛 理事長點出問題 質疑台灣的飛行員 拿到證照後回台 把乘客當實驗品練習 一個初學者拿到了執照的人 他的 我覺得擔心他的經驗 跟累積的這個應變能力 就像剛剛好像駕照 你就上馬路嗎 剛剛好像駕照 你就想上高公務嗎 不行的 我們也透過美國的系統 我們可以查到 這個是不是美國民航局 核准的一個訓練機構 所以基本上 你考上這個證照 基本上是有依法規 你是有載客資格 我們會要求航空公司 還要資深教官代飛幾趟 類似五趟 這五趟代飛教官要做紀錄 最後會給他評語 評語當然是合格 他才會變成單飛去操作 那這個次呢 我為了去飛拉薩 做了4000公尺的一個測試 這是幽刃 就是玉山頂 去做體能測試跟燃燒測試 證明我們台灣的鋼瓶 非常艱固沒有爆炸 不僅會飛還會設計熱氣球 下學常把熱氣球 作為自己的置業 在各大學校教課 他認為熱氣球運動要玩的安全 不能只是到府外學飛 連保養設計都要懂 我們很鼓勵 像天際航空公司 往訓練學校的方式去發展 也就是說未來台灣即將擁有 符合國際等級的設計 製造 維修熱氣球工廠 至於已經做好的熱氣球 台灣的紡織材料台灣的技術 絕對能造熱氣球 而且這都是我們國產的 但是很遺憾的 因為他沒有單位願意檢驗 也沒有單位有能力檢驗 於是他就被打入能工 現在變成庫存 當作教學或者展示用 非常可惜 其實他做生精百戰的 在找了親愛的你 孤獨的熱氣沖下了氣 下不停的雨季 雨滴落在我眼裡 熱氣球確實帶動台灣觀光 但如何真正做到安全 讓遊客放心 恐怕還是政府與專業 更多的溝通了解 我不會離開我 我不會離開我 你會想找的 在那裡 我懷疑 你 我懷疑 我懷疑 読